巴基斯坦情报官员说,星期六居信是美国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炸死至少12名激进分子。 情报官员说,星期六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发射两枚导弹,击中巴基斯坦北瓦基里斯坦部落地区米兰沙赫东部的一座院落,他们说被打死的人中有外国人。 在这次袭击事件之前,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抵达伊斯兰堡,准备和巴基斯坦高级官员会谈。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增加了利用无人驾驶飞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发动袭击的次数,袭击目标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藏身处。 巴基斯坦政府反对这类袭击,表示这种做法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